美滋梦工厂厂长亲自带着来自马来西亚的企业老板 来向他们导览说明 看到刚开的梅花 虽然只开了几朵 参访企业就感到非常高兴 随后更是前往酒窖 来了解制酒的过程 最近台湾开放国门 新义相农会美滋梦工厂 透过国内的厂商引荐 接到来自马来西亚企业的国际订单 是疫情期间所没有的 因此让新义相农会是相当大的鼓励 我们今年也是酒庄的20年 很高兴我们马来西亚的好朋友们 酒商们 还向我们订购我们的梅子酒 我们今年是以梅花醉的梅酒为主 他们喝的都非常的喜欢 因为他们那边是属于比较照热的天气 他们比较喝一点酸的东西 甜甜的 他们感觉都非常的好 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他们 我们是第一次 跨上我们所谓的国际形象上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招揽其他国家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 他们这次是首购的订购量 好桃花、梅酒这部分 他们订购了2800瓶 我们在年底会把它出货完毕 新议员陈淑和也表示 因为疫情对于地方产业冲击非常大 这次在开放国门以后 农会也迎来第一笔的国际订单 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国家民众 来认识新义相的产业 第一批来到我们新议农会的 梅子梅工厂参观的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 那这些朋友来到这边参观之后 觉得说梅子梅工厂所生产的这些青梅的酒类 都符合马来西亚的口味 所以他们就订购了梅子所制造的这些酒 要带回去马来西亚作为一个促销 希望说这种促销能够让我们新议相 梅子梅工厂的所有产品 能够在国际上各国的朋友来做一个认同 疫情期间 新议相农会梅子梅工厂都不曾接到国外订单 就连国内客制化订单也减少许多 这次马来西亚企业的订单是好的开始 农会也欢迎国内有需求的企业厂商 都能够来下订 共同来帮助新议相的梅农 记者邱品逸新议采访报道